现在就因为年轻人喜欢快嘛 就好像我们一拿到名片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谈得成这个case 那我就教他们怎么样用名字 马上看出要用什么方式去跟这个人沟通 这样要怎样去看得出 就要拿他的名字 因为每一个名片里面都会有这些算 你就看A的话就是三话 B的话是两话 然后C是一话 然后D是一二 所以你把他的ABC全部把他名字排出来之后 下面就写上那个总数多少多少多少 之后把所有的数目加起来等于一个总数 那个总数就是影响他那个人的个性 每一个号码都有代表他们的能量 比如说我们一看排出来之后 那个人的号码是有7 17 27 37 37 17 27 8 18 28 这几个号码呢 如果你接触了这个人是这个号码的话 你跟他说话要非常小心 他有几种可能性 一就是他有暴力形象 不管是在语言上 或者是在动作上 有些人就是他你跟他说话 或者是他生你的气的时候 他会把话说得很绝 然后把你倒在地上的时候 还补你一下 所以你看有7 17 27 或者8 18 28 他们有这种急速的人 有这种速的人呢 可以用运动来化解 然后必须是要大量出汗的运动啊 因为我们叫身体能量很强啊 就是负能量很强 那我们在运动过程里面呢 我们的毛细孔全部会展开 然后所有的毒素 跟那些不好的东西都会排出去 跟着汗水排出去 所以我们身体的毒素就会越来越少 早上的时间爆大树 它的能量是正能量的 所谓是几点到几点 早上就太阳出来的时候 到下午3点之前 但一般我们都会选择8 9点 就是2点以前爆的啦 我们不会超过太迟的时间 然后你爆的时候 你要选择那个大树是越大越好 就看得出它已经是很多年了 然后那个树木是很绿绿的 不要是那种枯萎的啦 然后又生病的那种树啊 泡一次海水 因为有些人是经济上 他不能每年这样子一直出国 那你可以选择 泡个泡 泡个三十天 然后之后你回到家 你就去爆大树了 或是在草地上走一走 啊 葱布布水其实也可以 是吧 如果我们来到更多的地方 我们就去消息 这个工作室 嗯 ils 大 又 借 就 我们 让我们